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本来外面是一些图书 所以看起来有一些凌乱 那学校今年呢就是把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孔子学院的造计把它搬过来 所以呢我们就把图书给整理了 然后呢学生们来也觉得好漂亮 所以很多学生都会在这里照相啦什么的 特别是这个外籍的学生 我都带他们来这边 他们看到这个觉得特别有趣 改造后的公共空间环境优美舒适 包括墙面和地板 彤彤繁星 墙面上不只有优雅的庭园造景 还有江南水箱 烟银山水的美景画 就连桌椅也换成仿名工艺家具 充满浓厚古风 而最大亮点莫过于这个透明徐峰 上面有大说法家王熙之的蓝亭提示 再抬头看看天花板 也藏着大巧思 上头竟是置身仙师孔子的轮椅 别出新材的设计让人看为观止 虽然东方空间工程耗时一个多月 但当今后的成果让学校师生的眼睛都回执一亮 尊厌不已 就是还有中文系的特色 然后讨论空间很大 所以就是很规矩的压迫感 我觉得有书卷的气息 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 就没有想到说中文系系 特别去设计这个东西 就很特别 除了中文系师生大感经验 日文系阴藏接待日本外宾 在公共空间美化后也让参访贵宾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觉得优化美化以后觉得还蛮不错的 除了可以提供学生在这边念书以外 因为我们的外宾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为主 所以日本人他们来这边 他们都会觉得可以经验一下中国文化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好 对于改头画面后的公共空间 师生们几乎都给予正面停价 中日文系形象大幅提升 焕然一新 或者成为星星的拍照打卡热点 也吸引更多学生来公共空间 讨论报告及作业 让身心灵得以在这古色古香 又充满优雅氛围的环境中得到释放